雖然現在新冠病毒的疫情 在臺灣獲得了控制 但是有一種叫做 這個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病毒 您聽過嗎 他也堪稱是呼吸道的殺手 他現在正在蠢蠢欲動 尤其是零到六歲的小朋友 更是高危險群 而醫師就呼籲了 其他的症狀和感冒有所不同 包括他會有彈卡喉嚨的感覺 還有這個呼吸中止的狀況 再來呢 他是會發高燒的 尤其零到六歲的小朋友 更是高危險群 因此提醒家長 小朋友若是有類似重感冒的症狀 千萬不要輕忽 家長帶著小朋友來到醫院看診 因為現在不只是流感 還有呼吸道融合病毒 讓不少家長都很緊張 上幼稚園就是比較容易生病 因為都是互相穿來穿去的 酒精噴手 然後他擦一擦 然後口罩的話就是 因為跟他說不戴口罩 就不能出門 帶口罩消毒 可是戶外活動的話 帶口罩有點難 對 所以就盡量看一下 小二科醫師表示 今年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比起往年多了2.5倍 雖然還沒有到大流行的階段 但還是不容小覷 而且染病症狀 其實跟感冒有點相像 家長很難分辨 因為感冒包括鼻塞 咳嗽 流鼻水發燒和輕微的喉嚨痛 呼吸道融合病毒 同樣都有鼻塞流鼻水的症狀 但容易有彈卡喉嚨造成呼吸中止 也會有發高燒的情形 0到6歲會是高危險群 且年紀越小 症狀越嚴重 現在防疫上稍微有點鬆懈了 那再加上小孩子本身 又很難去戴口罩群洗手 所以小孩子的感染就增加起來 一是坦炎 呼吸道融合病毒 容易造成肺炎的情況 更嚴重會有死亡的可能 也呼籲家長若是家中的小朋友 有類似的重感冒症狀 不要輕忽 技巧就醫 華日新聞晚上張震杰 台北採訪報導